也叫做寸观尺 大家听过吧 寸观尺 寸观尺 宗旨取观观在高谷 宗旨取观观在高谷 寸观尺 你的食指宗旨跟无名指 这三个就是寸观尺 然后宗旨取观观在高谷 高谷在哪里 在你的拇指端的这一个谷夺 叫做高谷 你把手这样平摆 你往这边跨过去 你会感觉到有一个突起的 大部分都有 大部分都有 这个叫做寸观尺 观脉 宗旨取观观在高谷 所以当你这样子跨过来的时候 你的宗旨沿着这条线 跨过来的时候 你就会刚好停在你的观谷上面 宗旨取观观在高谷 这是中医的口诀 如果对法外有兴趣的 请你回去打 室整心法 现在网络很方便 室整心法 它里面有这个所有线的说明 我跟你讲 你只是看不懂而已 宗旨取观观在高谷 宗旨取观观在高谷 所以当你摸到高谷之后 请你反手 请你反手 反手这样拔 对 你不能这样拔 通常没有这样拔 因为寸观指 它是三个 它不是一个 所以要反手这样拔 然后你就会很清楚的感觉到 麦跳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中医的把脉 它很厉害喔 你现在有身体没人 或是说你在哪里没人 或是怎样 你反正就知道了 有很多厉害的中医师 确实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可能进入到 所谓情绪的解释 他也没问题喔 好 所以 有摸到了 对不对 有 要不要找一下 不用找 但是有些也需要找 好 来 我们告诉大家 如何隔空把麦 你们现在有麦跳的感觉 对不对 一样用你的右手 好不好 然后你可以拔你自己的 然后你可以拔任何人的 所以我们给你 123 你去决定你要拔谁 好不好 你要心里很知道说我要拔谁喔 因为 因为我们要隔空嘛 所以你必须有个标的物 有个标的物 很好 陈老师我有在拔 你 你用这个拔掉 拔掉我 我可以拔掉 这样听到 我们讲123 请你心里面很清楚的知道你要拔谁 然后请你把手放掉 然后啊 动作不要太大好不好 动作不要太大 请你喔 在你的右前方 你轻轻的撈出去 勾回来 你心里面要知道我要去把谁 勾出去 伸出去勾回来 有没有 放这里都有 啊对 今天有高人在场 但是不怕因为我们这是正功夫 不怕 这样勾一下就有了 是不是手指尖在跳 有没有 然后指尖在跳的时候 是这样寸关尺 对不对 我们把住关麦之后 我们转手 转到掌心向内 然后呢 是神经网上面有的上进下进左右推寻 我把它我转回来 你们看得到我的手 这个叫做 上进下进代表的时候 像师兄的麦比较沉的比较五下压 上进下进左右推寻 所以当你这样子一勾一撈的时候 我可以讲 你不用这样找 一勾一撈 你就撈到那个麦了 然后呢 转手 这个指尖不要放哦 转手 转手之后往下一层 一层之后呢 一样 这个地方不动 你的中指不动 然后呢 你的无名指跟你的食指 稍微去找一下 师姐不是这个样子 是这个样子 不是这个样子 有没有三个麦跳在这里很清楚 然后 像 第一个 寸的部分 右手把心 左手把心 对不对 左手把心 右手把心背 这个有个口诀 我今天不知道 因为 这个我会用 大家要看 因为我这个不太用 因为我这个不太用 因为没有好嘛 不是没有好 因为 没有好 因为 咬就咬出鼻子 咬咬出鼻子 因为 把麦之后就是要下结果嘛 结果就是要开药啊 就是要下针啊 我不开药不下针啊 对不对 所以它很有用 但是你可以如果 那个 即使我背一下 我就马上回来了 因为它就跟五上六弧有关嘛 因为我们是相对面嘛 所以我的左手摆到右边嘛 右边就是心肺嘛 跟肝嘛 那一边是肾脏 一边是膳胀 一边是膳胀啊 就这样子啊 所以我右手把的是心脉啊 这个就是心啊 这个就是心啊 这个是胆德啊 这个是膳胀啊 就这样子啊 其实是知道的啦 那因为我们这个 我没有去深究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我们讲那个结果嘛 那所以 因为我现在用身体去感念的时候 比这个更快啊 我也不用再比来比去 但这不是好的 这个如果说今天有个机会 有些人需要的时候 这个是很务实的东西 所以我再讲一次哦 你心里面要知道说 我要知道神 你自己都可以 然后呢 你的宗旨 在你的面前 一勾一揽 你马上可以 慢慢一点 慢慢的勾回来 有心跳了 把他折起来 折起来之后 转手 因为就是这个嘛 对不对 就是这样转手嘛 转手的意思是这样子 你们听懂吗 所以两个手 一样勾这样 下来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动动看 我可以讲 对方的脉就在这里 因为我不知道今天会讲到这个的 不然我有把它印成名片 你们稍微对一下 那个基本的架构都清楚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两个手 一共有六个脉在这里 你可以研判 你看 我可以讲 上课我有讲过 那像这样的场合 就是看缘分 好不好 所以这样学会了吗 那如果不懂了 九点半到隔壁的房间 可以刷卡 好 这个多讲 多讲 因为我很喜欢讲 那师兄刚才讲说 在这里都有 多讲一个 不敢听 不要胡妳 太男性了 不敢听 放下 是 有这么多的